美国超人气小天后 Selena Gomez推出新歌了 新歌叫做Back to You 新单曲一推出之后呢 就受到大家的瞩目 为什么呢 大家都在猜这个歌名和歌词 是不是就在说小贾斯丁 Selena和小贾斯丁两个人爱情长跑八年 分分合合的次数呢 不下十次 这个狗血 而不是这个戏剧化的程度呢 堪比贝克汉的长子布鲁克林 以及超杀女 到底Back to You 是不是两个人复合的契机呢 粉丝都在猜测 让我们去看一下 到底是复合了还是分手了 小天后Selena Gomez 与小贾斯丁再次爆出分手后 日前终于再推出 最新主打单曲Back to You 而关于新单曲的歌名和歌词 外界一致推测 认为讲的应该就是旧情人小贾斯丁 最近Selena也终于释出新歌MV 让粉丝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 When I'm lying close to someone else You're stuck in my head And I can get you out of it If I could do it all again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在新歌MV里 Selena换上了一头复古俏丽的包勃短发 甜美的奇刘海和内弯法尾 将脸型衬托得更加小巧精致 整个人散发出青春又复古的气息 获得网友一致好评 Selena在MV中也展现了精湛演技 无论是戏剧化的夸张表情 还是争吵场面都相当有戏 MV推出当天Back to You 就从百大单翅膀排行第46名 一路篡升到第38名 I wanna hold you When I'm not supposed to When I'm lying close to someone else You're in my head And I can get you out of it If I could do it all again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Selena和小Justin勤迁长达8年 分分合合超过10次 在去年底才重燃爱火上演世纪复合 爱得相当高调 却又在近期再度分手 而现在Selena在新歌里聚聚唱着 我知道我会回到你身边 加上先前有传出小Justin尚未放弃的消息 这会不会是两人有可能再度复合的线索 让这对金童玉女还没死心的粉丝们都格外期待